台湾电视史就从1962年台视牌电视机拉起序幕 台视是台湾第一个电视台 开台至今已经借满了一甲子了 台北松山文创园区 目前正在进行台视60周年特展 内容包括了台湾第一家电视公司的起源 台湾第一部电视机 各个时代摄影器材的转换与演变 从黑白到彩色 从类比到数位 台视新闻为台湾民众打开了一扇窗 见证也记录了这60年来的电梯岁月 走进台北松山园区特展 仍是一甲子电视时代的历史 斑驳的文件是交通部第一张 电视广播五线电台架设的许可证 1962年4月17日 准许在竹子山发射台 以及台式大楼顶楼架设微波铁塔 代表台湾正迈向电视新纪元 台湾电视史就是从这台台式排电视机拉起序幕 台式不只是台湾第一家电视公司 也是台湾第一家做电视机的公司 1962年4月28日是台式的生日 电视机支配厂正式设立 生产线就位在台式中央大楼地下一楼 身穿蓝衣的支配厂人员 改用制作台式排电视机 只要我们生产出一台 他们就要立刻来抢一台 那么这个这样的做法一直做到了民国60年的4月 大概这8年间总共生产了58400多台 记得我们以前好像我们的巷子里面只有一台电视 很多的灵机朋友全部到我们家来 台式新闻在重大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从不缺席 1968年转播红叶少棒比赛 1969年阿姆斯壮登陆月球 用镜头记录着每一个珍贵画面 像是这台贝尔号曾拍摄十大建设的历程 在台式60周年特展 宁江深入了解许多台湾的第一次都在台式发声 从黑白到彩色 从类比到数位 台式借着荧光幕 带着台湾观众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记者陈世忠于晗台北报道